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脚步逼近 国阵成员党马华工会和民政党两大滑稽政党破天荒 在1月6号举办马华民政团结四更强集会 为两党出征大选撞声势 马华和民政两党总秘书黄嘉全和梁德明星期二 在马华大厦召开联合记者会 透露团结四更强集会将拉开两党合作序幕 马华民政将在来临全国大选竞选期全面配合 从中央到基层党员紧密合作助选 提高候选人胜算 马华和民政在上一届大选战绩就没有那么的好 会不会说这场机会是想要向华裔选民证明说 两党这一次已经准备好 而是最佳的状态还会最佳 当然如果说我们两党合作肯定会更加的好 那么上次大选不是说我们没有合作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具体化像是这样子的 所以可能在这个合作方面 并不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那个效果 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像了一个 从这个中央领袖的这个互动 一直到州到基层的互动 我想它会得到比上届大选更好的成果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格拉坎有领袖 我们会准备我们的MCA在那特别的认识 为格拉坎的选择 所以他们可以赢 同样的地方在MCA有领袖 格拉坎也会准备他们的棺材 民政党总秘书梁德明认为 民政和马华联手出击 主要是为了向人民展示两党多年来 秉持的中庸治国理念 唤醒选民重新归队 因为我们有13个人在Penang 然后4个人在Penang 所以在Semenanjung Penang是我们的领袖 所以因此我们想要联合 与GRAHMCA 我们想要联合人们 Sahrawak已经参加了 他们已经参加了 他们知道 但不是在Semenanjung 我们想要联合这个 来送给我们的 什么我们有成功在前面 至于这场破天荒大集会会否指示个开端 马华民政未来会否来个大结盟 两位总秘书都不愿多谈 仅仅是透露两党会一直维持友好关系 互惠互利